你要問清楚 調查、了解 或是提案的人 他提案這樣 你要問他 為什麼你要這樣規劃 你在想什麼 我們特色是這個嗎 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要開始問他們 有時候不是說 讓你自己去想 有時候你就用我們這種方式 江湖山馬道回去問 像我 有時候當外面的企業顧問 我什麼都不懂 我後面會講怎麼樣裝懂 但是就是說 你要讓他知道 到底是什麼 才會要這樣做 所以後來 用清楚才會去說 那我們怎麼做 還有 缺罷統領性能就是說 你只問顧客要什麼 他說我要吃飽 這 不是 為什麼你要吃飽 來這邊你想要 你為什麼想來這裡 他說好上好水還是什麼 你要把那個 顧客為什麼要來這裡的 想法弄清楚 才知道 我怎麼樣提供服務給他 他其實 大家可能聽過 他其實 他做了一本書叫直溫力 但他的書寫得很爛 只有這幾句話可以用 因為我看完之後 我就不知道他講什麼 但是沒關係 他有幾句話可以用就好了 所以我們借用他的質問力 其實就是 了解問題 解決問題 自問 可是這樣問來是什麼 就是說 是否聽得懂對方講的話 聽不懂就會問清楚 不能裝懂 比如說這件事 我不知道怎樣問老闆問題 就是老闆跟你講要 老闆就是長官 跟你講要做什麼 你可不可以跟他討論清楚 或是 提案的外包的輔導團隊 跟你提案 你要問他問清楚 因為你聽不太懂 你就要一直問清楚 裝懂的話很麻煩 這樣我們也是 要問基本問題 有時候是真的聽不懂 然後你把他問清楚之後 雙方才有共識 有時候是問問題才有共識 好 聽得懂消費者要什麼嗎 聽得懂長官要什麼嗎 聽得懂照片廠商報告 要什麼嗎 都要問清楚 但我很難具體講說 怎麼樣問清楚 我可以練習 舉例 看電視新聞 看報紙 問題最多 全台灣最大問題就是媒體 就是我以前是媒體 新聞很多很奇怪啊 可是可以練習 磨練你的問題 第一個是說 今天這個節目 或是這個新聞 或是這個報紙 好不好看 可以問 第一個看得懂嗎 好看嗎 不好看嗎 可以了解一下哪裡 你可以判斷哪裡好看 哪裡不好看 另外喔 看得懂看不懂 可以練習 譬如是100塊還是50塊 那客人就 那我就不要來 那我就走 所以這一關人家人家不來啊 然後可是可以收清潔費嗎 這樣 然後新聞就說 那就問一下鄉長 鄉公所 就說沒有 我們行之多年 這個新聞就沒了 我覺得好新聞 是要不斷很多話題出來 一直追問嘛 就沒了 我覺得 那我想知道的是 那為什麼鄉公所要收 到底收了多少錢 有沒有幫助 那可以去問觀光局 你就可以收嗎 那觀光局 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這消費者來說 我幹嘛還要花錢 走這條路 我也不知道 你好不好看 你就叫我先收錢 而且清潔什麼 就是 新聞應該去 第一個問觀光局 問鄉公所 問 因為這是人家投訴的 問投訴的人來說 那你覺得這樣好 哪裡要改 這樣才弄清楚 否則這新聞就不見了 就沒有效果啦 我原來聽完之後 我就充滿一堆問號 不能解決 我到現在還會記得 這就是問題嘛 但是我們應該問清楚 才知道 喔原來要怎麼 像我說我沒錢 那 沒錢你就跟客人攔錢 收50塊那個有用嗎 還是你要去做個賣什麼東西 怎麼樣才賺更多錢 那可能 目的是要賺錢 那你可以用別種方式嘛 否則你也沒有清潔 就一個阿伯坐在那邊 跟你收錢 像我們攝影師去拍照 他說要太多錢 攝影師說 雖然那不敢拍 因為我幫你們拍照 你還叫跟我收錢 我們就是要曝光 小熱球多漂亮 那你還跟我們收錢 因為50塊我們就不拍了 所以這一塊就不見了 那很可惜嘛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 問題沒有問清楚 新聞就這樣 另外 你可以看出 這篇文章後面 到底在講什麼 有時候說 你到底要說什麼 像我們以前常常報告 我們老闆就會說 告訴我 一句話告訴我 你要做什麼 你要寫什麼題目 蛤不知道 要講了很久 講了大家也都聽不懂 那就完蛋了 而是說 很清楚的概念是什麼 這個 我基本講的是練習 然後我最常做練習就是 如果今天我是作者 這篇文章我要怎麼寫 我要怎麼改 哪邊應該不要 哪邊應該怎麼弄 這是一個練習 對大家來說 也是這種思維的練習 好 這是質問力對不對 然後啊 大嫌疑還有一個很珍貴的話 就是說很多人理所當然的地方 其實才有趣 才有市場 因為大家覺得 客人版就是這樣啊 客人版就是那樣啊 其實沒有 搞不好他有很多 創新就來自於這種地方 我很難講很清楚 比如說好 吳寶春就是例子了 你幹嘛做這個麵包 可是他就說我 因為我想要怎麼樣 我想要拿世界冠軍 可是人家說他笑耶 可是他就真的去拼命去學法文 吃好吃的 然後去做 他就做到了啊 他做到了啊 他就是把大家理所當然的 台灣怎麼可能拿世界冠軍 當作不可能 他把它變成可能 那個只是一個小例子 很多 後面會有例子 好 這個人叫做杜拉克 彼得杜拉克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 他的話非常受用 他就是專門做管理部 他最近才過世嘛 他專門當管理過問 就每個大師 可能是美國的郭泰銘啊 就有錢的大師 企業家都跑來問他問題喔 他很像那個白龍王 大家知道白龍王 就是泰國白龍王 梁朝偉他們都要去問 他就跟他講一堆 你也不知道要講什麼的話 他也是喔 他很簡單 他只問 他只要一句話先生 他問什麼問題 比如說今天有人來問說 請問 覺得我們商圈要做什麼 這樣 他會說 不知道啊 你真正想做什麼 這樣 他會問你 你想要做什麼 那你不知道啊 那你要去想啊 然後他就說 可能就說 我們想要做一個是什麼商圈 為什麼要做這個商圈呢 他就問為什麼 有沒有 第一個是話 再來是壞 為什麼你要做這個商圈 為什麼 然後再來啊 那你現在在做什麼 你想要做這個商圈 他沒有去判斷好或不好 他只是幫你想清楚說 你現在要做這個商圈 那你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是做這個朝著方向對的嗎 還是你根本就是沒有在做這件事 你講A就做B 這樣就好像不太對嘛 你說為什麼要這樣呢 你要問清楚 好在喔 最後最後回到就是 你最想做一件事是什麼 不然你全部都抽絲剝剪 問問題 問到後來就是 最想做的商圈是什麼 你把那個東西變成商圈的話 然後這個問題 你可以拿去問你的外包